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次又来到第五集了 就是人类图闸门的64种人生可能 那听得到的呢 就是依照过往的习惯 我们就帮我打一个1 然后我就知道 大家可以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好 我刚看就是在上线之前呢 很多人已经在我们的重点聊天室讯息发上了晚安啦 所以也有Irene说一整天就等这个直播啊 晚安各位 晚安万万 很开心看到大家 然后所以接下来呢 我想就是因为已经第五集了 大家也应该很熟悉这个进行的模式 那这一次呢 有别于以往是我们同步跟就是Facebook的那个粉丝专业 我们这边一起直播 然后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火花 或是更多就是 诶 就是段路的人们可以一起来 就是分享这个闸门的体验 OK 所以说呢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主题啦 好 那等一下呢 就是如果讲到你的闸门 然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经验 同样的就是大家也可以 不用想说会打扰到大家 或者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本身的经验 那当然呢 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 非常就是 踊跃的投稿 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 网友们的分享 其实比例还蛮高的 然后真的数量非常多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肯定就是百分之百呢 会超过一个小时 可能会像上次一样到1.5个小时左右 那有可能会在1.5到2个小时之间结束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比较早睡的人啊 然后或者是可能 参加直播没有办法坚持太久的 那你就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 就是有没有要提早休息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好的 那所以这次呢 就是还是要按照以往跟大家 有一些不认识我的人分享一下 就是叫我book就可以 那我是24的投射者之类权威 这次呢因为我都没有特别 就是启动哪一个闸门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空白的时间留给大家网友 就是比较精实的一些分享啦 好 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先稍微review一下这个复习的部分 以及呢我们就直接切入到今天的闸门 然后会把13、3358跟18这四个 就是闸门呢可以逐一的去介绍它 那复习的部分呢会针对之前我们讲过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41号、30号、36、35 然后还有就是以及5342、2946 然后6447、1156 哦我们其实已经讲完还蛮多闸门了 所以恭喜恭喜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堂就跟得到现在的呢 你现在应该已经听过很多个闸门的叙述了 对吧 然后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我们怎么样 从视觉的转到了一个逻辑的 就是这个抽象转到理解回路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有一张PPT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抽象转到逻辑回路之后呢 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然后同时间我们也把在抽象回路中学到的东西呢 我们把它去做一个圆满 然后再来呢就是去讲一下 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就是 新的就是这个能量中心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直觉中心啊 好然后所以说这个闸门的关联呢 我们会一样的就是一开始先简介一下 非常简单的通道的介绍 然后就进入闸门 对就像那个网友说 有回播可以看不用跟到底 没有错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切入到上回合的复习了 那这个复习呢 不会把刚刚我念过的那些闸门全部都帮大家复习 但是主要呢是让大家有一个粗浅的就是理解说 还恢复一下记忆啊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抽象回路的 6447 1156是上一堂课第四集的内容 那所以第四集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在里面讲了很多关于 这个视觉化啊 就是像那个影像的瀑布啊 流到这个脑袋里面的那个状态 那所以说其实以前啊 在这一个就是我们在读的这些东西里面 它都讲求的是 啊有点像一句话 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去解释 我们之前前面学的抽象回路里面的咱们 就可以说就是代表我们人生呢 就是都要去体验的 然后祭司享乐的 就是所有东西呢你想要去做 想要去体验 然后你就是赶快去动作 然后赶快把这个就是体验呢 让你去真的获得了一个经验之后呢 再把它转化成你脑袋的理解 所以前面的东西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想 就是喔它就是关于人生的一种渴望 或是关于人生很像出去旅行一趟 那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人生不是很长 就是以前从小到大 大家都会把人生比喻为一场旅行嘛 那所以这个旅行呢 到最后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喔原来到了这个旅行的终点 那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 记忆啊 然后或者是旅行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啊 做一个回顾 然后把它说出来做分享 或者是有些人会办分享会 然后甚至呢 你会看到有些人 他有一些很特殊的经验的时候 他回来就会跟朋友见面 然后update一下他的一些近况 所以说出来呢 上一堂课我们讲到56号闸门 它是其中一个就是中指的密码子 那大家如果不知道密码子是什么 就不用太care没有关系 但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在人类图的64个闸门里面 对应基因的序列 有三个是关于中指的这个密码子 那这三个中指的特性呢 其实各自代表不一样的人生的含义 那56呢 上一个就是代表说 你讲出来了 一切就 就let go 那今天呢 我们会再讲到 新的另外一个中指密码子 就是33号闸门 那所以33号究竟是什么样的中指呢 然后12呢 更不用说 它是更后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呢 会讲到第二个中指 好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 关于那个抽象跟逻辑的一个转换 然后我们就会今天 从今天开始呢 就会从1333做结尾 把那个抽象回路的内容 把它结束掉 然后再来呢 就会直接进入到 新的这个1858的资讯 那1858呢 它就开始呢 已经是理解 就understanding的这个回路 然后再加上呢 它是比较多理解 或是逻辑相关的一些叙述 那所以说呢 就是当我们完成了这个抽象之旅 人生的旅程已经进行的差不多 然后一个段落呢 结束了 那我们跟逻辑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假想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抽象回路的杂门很多的人 理论上来说呢 你会更重视体验 就是说你感觉怎么样 那如果你是一个逻辑 就理解回路的杂门比较多的人呢 你会更重视前因后果 就是因为所以 那所以就是去做一个分析的过程 那所以这个逻辑呢 它更参与的多一点的东西是未来性的 然后抽象呢 是过去性的 所以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未来 那它之间的关联呢 你就想当然 没有经验就不会有未来 如果你没有从现在开始去 把自己的人生做回顾 自然而然你就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模式是什么 比如说你过去有没有曾经感觉到 自己人生中发生过很多 重复出现的人生事件 如果有呢 那就有点像是 我从我的人生经验里面 找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就是由逻辑部分去倒出来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讲就是逻辑 跟抽象这两个回路 杂门特性最主要差别呢 我们就把它补充到这边 好的 然后我们就进行到今天杂门的叙述啦 就是跟我们这四个杂门最有关联的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 赶快就是直接事不宜迟赶快开始 好 然后四大杂门关联呢 首先我们先用通道的角度来去说 那通道的角度呢 1333就是在这个逻辑中心往下 然后到G中心的这个最右边的通道 叫浪子的通道 那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浪子这个叙述 因为我觉得它跟这个1333这个两个闸门的通道的叙述是比较接近 故乡的时候静香情更确 那个静香情更确呢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指1333的这种感觉 当你回到这个故乡 你的人生已经经历好几年的岁月 但这个岁月里面它有很多的东西在发酵 然后你也遇到了很多的不同的事情 然后让你的人生的见解 就是更上一层楼 所以它其实呢 你回头看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一过程我就是成长过来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 就是人生的旅程 那所以你就是在你的人生中去见证 你见证你的人生如何去发展 所以它同时也叫做见证的通道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到了1858这条通道呢 它就是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这个逻辑的之旅 那这个抽象之旅 结束在我回到这个故乡 重新来过的时候的那一刻呢 就是我的人生的旅程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到了1858呢 它是一个全新的篇章的开始 它开始呢更重视 今天呢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体验 我要知道我体验了之后可以拿来干嘛 我可以拿来做未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分享 我可以拿来做未来的什么样的分析 那所以说呢1858有这条通道的人 通常你们的逻辑呢 会比较接近说就是想要知道一个 123这样比较清楚的一个步骤 那1333呢就是想要知道 如何去反思自己的人生 所以1858呢 就是只要我们未来就是 接下来好几堂 会讲逻辑的这个杂门的时候 大家就有个基本概念 所有的逻辑呢它其实都是不满足于现况的 因为它是关于未来的 所以未来性的这个用词呢就是指说 我明天想要干嘛 我后天想要干嘛 接下来这个Q1 Q2 每一个季的这个报告 或是明年的一些规划 这种呢全部都是跟逻辑的通道它有关的 然后所以说呢 在1858我们就率先的先去尝先一下 就是说啊这个所谓逻辑感觉是什么 然后同时呢1858也是人类图界的 蛮多人会探讨的一条通道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会叫它批评的通道 那我个人觉得批评这个词呢 它是有点不太正向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评断呢它会是一个稍微 就是语气比较和缓的 所以我喜欢把它称作叫做评断的一个通道 那所以会有评断就代表说 因为它对于它的人生就是有一些的见解 想要去把它描述出来 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评断 OK 好所以这两个通道呢就是四大杂门的关联 然后它个别的坐落在这个右边的这个 1333喉咙连G中心 那1858呢是坐落在左下角 这个直觉中心连根部中心的这个通道 好那所以说呢 这边给大家一句话是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稍微有点抛砖引玉 到今天晚上的四个闸门 在这边有一句话呢它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呢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但是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完美的 因为就像我们窗外看出去一个树 它可以长得很奇怪 它可以用很奇怪的方式在弯曲的成长 但是依旧你可以看到它是很美丽的 因为在自然界当中它有自己的 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些花啊 它就是按照它的自己的生长逻辑 就是左边一片右边一片 然后或者是你会想到 每天的太阳它都是一个非常 就是 东边升起心边落下的一个固定的规律 那这些东西呢 它其实都是属于自然界的一个很自然的美 但是为什么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放到人身上 所有一切理论上说来应该要是很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每个人的个性 每个人的天性 每个人的特质 每个人的潜能 这些自然的东西 为什么它就有好跟坏呢 或是丑跟美呢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值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因为毕竟呢 就是今天在准备这个PPT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RA跟大家分享了一句话叫做 如果假设今天你看待人类图 是有所谓的好跟坏 或是有正面跟负面 这两种意思去解释的时候呢 那是关于你个人的观点 那并非呢 人类图原本想要去传达跟诠释的东西 所以相对来说呢 如果假设你对 像很多人对1858 这条通道它是有些负面的感想的 那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 就代表那是你个人的观点 并不代表这个闸门本身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说就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到我们生活当中很魅力的地方 好 然后 所以呢 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闸门的主意介绍 好 很开心大家喜欢刚刚我网络上找的这一句 名言家句 好 然后 这边呢 我们就先稍微 也是一样快速的复习 就是方便大家进入状况 我们会经过四个 每一个闸门都会经过四个象限的东西 一个关键字 一个闸门功能 一个发展路径 跟最后呢 帮大家做汇整 这个闸门究竟呢 它想要传达出来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 有时候呢 会讲到个人 有时候会讲到社会层面的东西 好 那所以说呢 这四大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坐落在这个 总共有今天的经历的 这四个闸门 然后 啊非常不幸的 我左边这一侧呢 忘了改 就是 所以说呢 大家稍微记一下 右边的这个关键字是正确的 然后但是呢 左边这一侧 我就是眼禅没有看到 真的没有改 所以依照顺序下来的话呢 就是 这个 13 33 然后 58 18 这样的顺序向看下来 所以到时候呢 如果你们再 有兴趣想要抄下来做笔记的话 记得就是要把它改一下 好 那所以 第一个呢 就是13号闸门 如果我们要用关键字去理解的话 可以怎么样去理解它 它就是关于秘密 或是关于记忆体内存 就是如果你把它想像成一台电脑 就我们人 这个人 就是所有的人生经历的事情 我要去思考 它都是关于一个记忆体的内存 那所以说呢 13号闸门 它就是记忆体 然后我要怎么样把我的东西经验呢 把它就是记到一个身体的某处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像13号闸门呢 承载了所有你人生当中 从小到大的一些记忆 然后同时之间呢 它也承载了可能你在人生当中 遇到了别人跟你分享 他的人生经验故事 那所以说呢 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总而言之呢 它就是关于秘密 那秘密呢 是13号闸门 它有时候有些听到了 它不一定会说 但是到了33号闸门呢 它开始会把它表达出来 或是把它呈现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当我们就是前面有讲过 56号闸门说出来就代表 我把这个事情let go 那对33号闸门来说呢 它把它说出来呢 是为了造福更多的人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体会 就是比如说 你去听别人的一些故事分享 你都会可以从 比如说它的人生经验当中 可以汲取到很多的 就是宝贵的经验 让你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那所以33号闸门呢 它同时也是更强调关于反思 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或是关于纪念 或是关于隐私 所谓的纪念呢 是指 以社会的观点来说 我们每一个就是人都 就是家族呢 都有家族的信 然后或者是呢 每个就是 如果假设你是讲台语的 或是可能讲外神话 或是什么什么 之类各种的 语言 那你们家会有一个传统 那这个传统被留下来 它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东西 那同时呢 33号闸门 它也是关于隐私 就是说 其实很多33号闸门的人 他们是非常重视隐私的 那也跟 这个也跟 就是社会的发展结构是有关系的 去到33号闸门呢 它其实就是 1333是其中一个领袖力的通道嘛 总共人类组当中 有四条领袖力通道 那分别是1333 然后还有中间的18 跟这个731 还有1020 这四条 那今天我们会讲到其中一条 就是第一个谈到的 就是领袖的这个通道 所以这个领袖的通道呢 它也象征性我们的这个社会呢 它已经走向了很进步的 这个层级 那进步了之后就要干嘛 越有钱的人 你会知道 她越在意她自己的隐私 所以33呢 她也是在呈现说 虽然呢 她是会想要把大家的秘密 去表达出来 但是她同时 也是很在意自己的隐私 等一下去讲 其实会有人就觉得说 诶这不是很冲突吗 就好像 33就她可能 原本在学人类图的概念 会觉得她很像料杯啊 但是其实实质上 不是这个意思 像 在大家投稿的内容里 等一下也会有一位朋友呢 就分享 她对于就是这个1333的看法 其实是比较偏负面的 然后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 来好好的 让自己重新 就是 把脑袋洗一洗 然后 如果假设 过去有一些东西 你对某些杂门是有成见的 那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来放下 然后再来呢 就是到 58号杂门呢 就是关于刺激活力 所以58呢 因为它是根部中心嘛 所以根部中心就是关于肾上腺素 关于压力的 但是压力跟活力 其实在一线之隔 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我压力好大 压力大到真的没有办法做事 这种就是真的 纯粹那种压力大到 影响你的生理健康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在一个适度情况的压力呢 其实是可以刺激你的脑袋 最近啊就是 欸讲到压力 我就想到 我之前经过这个 成品的时候 刚好看到就是有一本书 它就是在讲压力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这个 我的画面 但是它的书封呢 前面就是讲说 压力是进化你大脑的武器 然后所以呢 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点 就是说 刚好我们前面上一堂课讲到 头顶中心嘛 那它也是关于一种压力 所以 反而大家会有点颠覆说 听到压力这两个字 以前可能会觉得说 啊压力三大 或是 觉得很负面 或是觉得感觉不是很良好 但其实实质上呢 在根部中心 或是头顶中心 运作良好的情况下 正常的压力值 是有助于别人成长的 所以如果你的人生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压力 例如说 就是啊 含着金汤匙出声 然后人生没有 顺风碎水 没有遇过任何的困难 那讲真的就是 成长的机会 就比较小一些 当然不敢说 不会成长 但是说 比那些就是 在社会的底层 要往上爬的人来说 那种学习的那种 就是好像时间叠加起来的 那种生命的厚度 就减少了一些 好 然后所以说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 18号咱们 就是修正跟改善 那所以关于修正跟改善 就是指说 有很多的东西 可能会在他的心目中 有一种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会觉得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 把这件事情变好 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 就是状态 然后同时它也是 关于一种完美主义啦 那所以说呢 很多的时候 大家会探讨 拖延症这件事情 那其实呢 有不少的 18、58这条通道的人 他会有多多少少的 一些拖延症 但是拖延症 其实实质上 跟这个病症 没有直接太大相关 反而更多的时候是 比如说有些人 因为很追求完美 我想要把事情做好 所以感觉上 他需要做完一件事情 时间相对比较长 他看起来 就很像是拖延症 但实质上呢 他是因为他很追求 他的品质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 所谓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拖延症的结果 OK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 一个一个闸门来去聊聊吧 好的 然后感谢嘉宇有帮大家 整理了一下 就是13、335、818 这个顺序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直接进入到13号闸门 那13号闸门呢 先帮大家就是 做了一个 就是横批 然后这个横批呢 是透过反思引导 过去经验的方向 因为我们之前 就是有讲到 这个居重心的时候 就是在讲46号闸门嘛 是关于身体的爱 但是13号闸门呢 它是一个方向的闸门 所以居重心呢 它其实本质上 是由爱跟方向去组成 那爱呢 其实就是关于那个爱的闸门 比如说像10号闸门啊 然后还有46号闸门啊 15号闸门啊 这些都是关于爱 然后居重心里面的13号闸门呢 还有这个1号闸门啊 跟这个7号闸门 还有2号闸门 总共这几个呢 它就是关于方向 那13呢 就是关于过去的方向 所以 透过反思这件事情 可以引导我过去 到底从何而来 这是关于13号闸门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是我们记忆体的内存 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档案 都储存在13号闸 那相对来说 因为它也是一个集体的 啊就是 闸门呢 所以说我们要记得 就是它的关键策略呢 就是去分享 然后能够 让你这个闸门 使用的比较好 然后等待邀请是很重要 因为它是投射者的这个闸门 在这个闸门的 发展路径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观点 可以给提供大家给 啊就做参考 那其实呢很多13号闸门 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多多少少会 有一种心里面的 那叫什么 always 就会觉得说 啊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要来找我讲一堆它的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或者是为什么就是 那些人就不好好的 就去做他自己人生想做的事情 要自己来跟我抱怨 然后所以其实13号闸门 在小时候经历这些 就是很多人来找他这种情况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 其实就会有一种歧视 就是比如说 假设你就想 今天有一个人 他可能比如说 遇到了感情的困难 然后他就跑去找13号闸门的人 说啊我就感情遇到了什么渣男啊什么 然后结果13号闸门 可能心里面就会 always想说 为什么你会遇到这样的人我就不会 然后就对他产生了一个歧视 那所以说 这个歧视呢 本质上是因为 当我们在收集每个人的秘密的时候 就或是当每个人在自由自在地 交流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一些预设立场 就比如说 我可能假设 从小长大过程当中 觉得某件事情是不好的 那自然而然呢 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人跟我分享 他有这一个类似的人生经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嗯这个人好像怪怪的 好像不值得相处 但就还记得我们前面刚刚说的 其实他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 所以一切好跟不好 他都跟社会的框架 或是社会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一开始呢 就是这个咱们需要先经历一些歧视 就是 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 或者 就是或者是人家这样一直 讲废话啊 就是讲那么多废话干嘛 这个人是不是很笨啊 为什么不能处理自己的东西啊 不管是哪些的语言 对13号咱们来说 要跨越这个预设立场 他最大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宽容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纳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人生的经验 需要经历的事情 或是你每一个人都有 他自己就是 除了比如说他可能 虽然在感情上过得不是很好 但是有可能他在 就学业上的表现是不错的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给予 13号咱们比较多的一些 看不同事情的一些视角 然后 所以在13号咱们呢 就是当他慢慢慢慢 就是个性上变得比较宽容之后呢 那其实就会感觉 没有那么强烈 好像就是对别人是有所抗拒的 那但是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 要强调13号咱们的这个听啊 他并不是刻意有点像秘密课那种 就是刻意去搜集问题答案 而是他通常都是在意外的情况之下 得到有价值的一些秘密的 所以这个秘密呢 有可能是某些人他心里面 就是藏了很久的一个想法 他不敢跟别人说 但不知道为什么遇到13号咱们的人 就特别容易想要去分享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13号咱们 也是为什么从小到大过程当中 蛮困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小时候因为可能比如说假设 才五岁六岁 那爸爸妈妈来找小朋友 诉苦 其实小朋友讲真的是帮不上任何的忙 所以其实蛮多13号咱们的孩子 也是在成长过程中会有很多挫折 就会觉得说 嗯我听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他做什么 是有点无力的感觉 对所以说 当13号咱们记得 就是这个咱们的特性最终的价值就是 听完之后他就结束了 还记得我们刚刚讲 33他也是一个中指密码子 所以听完为什么就结束了 因为听完之后 那个人已经跟你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就是 他抒发他自己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人懂他的 那这一瞬间呢 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你已经不需要就是再进一步觉得说 哦我一定要帮他解决什么 他人生中的一些困难 这个都不是13号咱们需要去处理的东西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实质上呢 13号咱们在整个个人的一些价值上面来说 或是以社会的角度来说 他其实就是用经验来启发人类啦 就比如说你听到了些什么 你经验了些什么 那这些的记忆 他可以怎么样去让别人能够有所启发 比如说当有一个人他来找你诉苦 那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帮他 但是你曾经听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然后你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他之后 他搞不好就会从这个故事当中学到一些东西 那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是关于家族的这个能量 在人类图当中呢有一种分析叫做Family Penta 就是指说家族的动能分析 那家族动能分析呢 其实在13号咱们的这个叙述上面来说 它是关于传承这个传统文化的经验的 那所以传承传统文化经验它就好比是 比如说你们家就像刚刚前面举例 你们家可能是讲台语 那这个台语呢 他会比较顺理成章的交给13号咱们的孩子去做承接 然后或者是你们家有哪一些的比如说拜拜的传统啊 那通常13号咱们的孩子也会比较容易变成是一个 就是负担这一切重担的角色 但是我只能说啊 因为13咱们它是一个独立的咱们 还没有参考进你的人类图其他的设计情况下 是比较容易有这种情况 但如果假设你的人类图其他的 就是分布的一些咱们取向呢 比较多都在个人的个体的咱们 那其实这种影响就比较没那么大 那主要呢就是在讲这个单一的咱们的特性是比较明显的 好 然后我刚看嘉宇有分享说 再次想起我待在家时是每个家人的传声筒 哥哥会说你去跟弟弟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听着每个人这样说 33.6真的很少会讲 嗯 对啊 因为13号咱们本身的功用就真的不是说 他就是听 然后听完之后任务就结束了 就不需要去传达任何就是别人应该要 觉得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13.1到6的一些叙述 那13咱们的不同呈现呢 我们从一窑开始 那一窑呢 这边先写的是 平静的跟每个人联系交流 是终身学习到的东西 那这个概念呢就是指说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 13号咱们 他如果是在1是基础的时候 其实讲真的 他还不太知道 为什么别人要跟他讲 这么多的秘密 或是为什么他遇到很多人 他们都会一直把他的心 就是掏心掏肺去跟他讲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13.1在原始一开始 接触到这一些的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或秘密的时候呢 其实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 为什么要打扰我 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说这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这个有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种 因为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有的负面的感觉 但是人生中要学习的事情 就是让自己开始慢慢的 学习去开放互动 然后平静的跟每个人去联系交流 就是指说 你开始慢慢接受说 这个状况好像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 然后你听的目的呢 其实只是为了让对方觉得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人懂他 或是只是为了安抚对方 而不是你要预设自己一定要听到什么 比如说像有些13号咱们很有趣 他们还会觉得说 今天你跟我分享一个抱怨 但是我很想要听到的是 你怎么做改变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发现13号咱们呢 就一直发挥不好 因为人家就不会想要改变啦 他如果想抱怨 他就是想要有人去安慰他 大概就是这个逻辑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13.2 然后13.2的话呢就是基本上 他就在传达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想法狭隘或是不够实际的话呢 那13.2也会停止聆听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说 诶13闸门速动的闸门应该是听到饱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会聆听的人啊 如果假设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请先把它丢掉 其实事实上呢13.123三个谣 他都不是真的很想要听 都不是主动性想听 都是不小心听到 不然就是人家抓着他讲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那所以说所谓的狭隘 狭隘或者是不够实际的这种想法 对二瑶来说呢 就是通常二瑶 因为他其实不是很想要管别人嘛 那所以说呢 他会感觉到就是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事 那为什么就是别人要把他抓起来 然后跟他讲那么多东西 所以他其实13.2通常 听到别人的秘密是大多半是比较讶异的 就不是觉得那种好轻松平常 就见怪不怪不是这种感觉 13.2是会觉得有点压抑 然后甚至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跟你分享这些 然后实际上呢 你自己个人在13.2 如果你有这个闸门 这个摇线的 那你其实是只想管自己的事情 不想听 大概就是这样 那13.3呢 其实慢慢的就是开始你会发现 接收到这个秘密的感觉 已经不是这么抗拒了 就是好像开始有一些好玩的成分在那里 然后但是呢 这个好玩的成分是有点像是意外之中 获得的秘密 那有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 其实在13.3 因为他是属于一种 比较悲观主义者 那所以这个悲观主义者呢 他在人生的发展路径上 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是好的状态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个能力 可以去听别人讲这些秘密 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些贡献 或是可能不小心听到一些原本你对这个人印象很好 然后结果殊不知突然一个风声传过来 讲了这个人的不好的事情 你听到了之后呢 其实对13.3那种悲观主义者的个性就被被点燃 然后点燃了之后呢 你可能跟那个人的关系就不一定会变好 所以其实在这个从小就是会经历到比较多怀疑的一些事情 就是欸为什么就好像认识这个人跟听到这个人的事情是两回事 然后所以9月90你就练就了一个功夫是 你很容易可以知道 现在这个风声到底是谎言 还是真的东西 然后当你能够具备区分的这个能力之后呢 你其实这个13.3是非常实事求是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点3是蛮有趣的一个遥限 那我看一下刚刚大家好像陆陆续续问了蛮多问题 那家瑜说工作意外的知道台南许多公司 特别是科技业内幕 嗯 没错 然后唐问了说 这样如果13.3被强迫要去传话会不会有问题 嗯 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六四闸门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闸门叫做传话的闸门 就是说不管哪一个闸门 它实质上传话都不是有利于人际关系的 所以实质上我觉得传话它比较像是一种 因为人跟人之间不敢就是正面对决 就不敢正面的去沟通一些事情 才会想要见解的方法 我觉得跟咱们本身的特性 它并没有真的哪一个咱们是最适合传话 OK 大概是这样 然后 Jama有分享说13.6小说 容易成为妈妈的垃圾桶 长大有时候会假装白母避免被黏上 嗯 真的就是大家会有点怕说 就是啊怎么又来就是又有这些东西 然后嘉宇也有分享说 看过喉咙中心全白的小孩传话 就会引发3536情绪爆发 这个喉咙全白的小孩传话 基本上 嗯 就是随着他走路的那个步伐 就是边走边望的 就是有点像是边走那个字会掉下来就不见了 所以蛮有可能会有出一些问题 然后再来就Peggy有说 是因为123偏个人所以比较不想听别人的事吗 对啊 因为123是下挂 那之前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讲一下下挂的概念 就是指 就是基本上123摇的闸门呢 它其实都不是向外去扩张的 它都是在累积自己的人生经验 那就有点像这样 13.4开始呢 它就已经真的比较偏向主动性的聆听了 就是啊 很像是心理智商师啊 然后或者是治疗师啊 或是各种就是你必须工作或是你可能 个性上面就是很喜欢帮大家记录他们人生所发生的事情 好 这种呢就是比较像13.4会做的 所以大家平常耳熟能想 就是所谓真正的聆听者呢 其实比较像是13.4跟5 这两个人的设计 因为4跟5呢 它比较会跟人去接触 那所以说呢也比较符合大家对这个闸门的印象 那四雅呢 四雅呢 其实它其实 就是有一个天生的天赋是这样的 它知道哪里有秘密可以聆听 然后就像史学家 或是我刚刚说的治疗师或心理智商师 然后写那个 不是以前很多古老的历史都会说 曾经某一年有一个人 然后他到世界就是环游世界之后呢 然后画下来这个世界的地图 然后就有点像是13.4会做的 那这个无止境记录啊 它其实也有一个状况是会让13.4比较累 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像心理智商师 那病人当病人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 就在一直来repeat 就是重讲一个同样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感觉到这个人好像 呈现了一种对他的依赖性之后 其实13.4会感到非常累 然后会一段时间突然就切断了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当13.4意识到 如果假设你是这个摇线闸 当你意识到 听真的很累 我真的不需要一直无止境的去记录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慢慢给自己一个空间 怎么样 就是让你 就是所见所闻 把它画为一些真实的一些文字去做记录 所以13.4我也蛮推荐可以去写书的啦 因为真的蛮多的记录跟蛮多的一些经验法则 它是对很多人有用的 那到了13.5之后呢 因为它是关于投射的摇线 那所以说其实小时候长大过程应该也蛮辛苦 是关于就是会被投射为给别人清土的救世主 所以树洞的概念 我觉得它最典型的就是在讲13.5这个摇线 那所以这个救世主啊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 就是要来找你讲 就是要来找你说 但是有可能13.5的本人 没有很喜欢这件事情 因为不是每个人他都想接触 或是不是每个人他都有办法救 那所以说对13.5来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反而是在一生当中透过相互的分享 来帮别人找到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些角色天赋 因为它是关于方向的闸门嘛 所以找到他人的一些角色天赋之后呢 你就可以借由比如说就你的经验来说 他可以去做怎么样的事情 他是蛮激励他人的 所以13.5就蛮适合做顾问 或是心理智商式的工作 然后借由这个激励的过程啊 那别人就有 会有个多了一分信心 然后有可能他就会感觉到 你真的帮了他很多 就不会一直来烦你 就是把你当成垃圾桶在倒啊 所以为了达到就是这样子去 借由经验来让更多人受惠的这个能力呢 那13.5需要经历的人生 课题呢 它其实就是关于 你要花多少的力气去克服障碍 然后你的目标是真的 把经验去造福人类 OK所以13.4跟14.5呢 其实可以一起出一本书啦 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的 然后再来话13.6 刚刚有那个网友分享13.6嘛 小时候常编成妈妈的垃圾桶 对所以其实13.6 因为六摇 其实小时候成长过程中 难免他还是有点三摇 这种性质在里面 所以会一直意外的听到一些东西 他是很正常 但13.6 因为他毕竟本质上还是一个六摇 所以说呢 他最终最终要呈现出来这个特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开放引导你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就是你的人生的丰富度 取决于你遇到人的质量 那曾经我有个客人啊 他就是13.6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就有曾经表达了一段话 大概是大意是这样子 他觉得呢 就是今天在工作职场上 旁边的人 就同事的水准 或是同事的个性 会蛮影响到 他是不是想要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那时候40岁的时候 来找我做解读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其实刚好在人生的一个 交叉口上面 他在选择说 他到底要用 以他的人生的这个 就是目标为前提 还是他想要去找一个 就是真正适合他的一个团 对大家的个性跟 大家价值观是比较接近的 那后来呢 他还是选择价值观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有感觉说 这个13.6的这种 遇到的人 好像是他现在更在意的事情 因为毕竟呢 30到50岁这段时间 是六摇很重要的一个反省 反思的阶段 那13号刚好又跟反思是有关系的 好 然后 所以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 关联性跟大家分享 再来呢 13号咱们的网友真实分享就来啦 好的 那中边呢 就我们开始 来看几个不同的分享 像Nancy呢 就投稿了 然后她是13.6的红天王星 不知道Nancy有没有在线上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打声招呼 好 13.6的天王星你可以看到 好 在这个下面 这个倒数 从下面数来第三个 那Nancy自己的分享呢 就是 她就觉得她自己没有聆听的特质 然后甚至呢 她会觉得探听别人的秘密 是去聆听的时候会让人家不舒服 然后她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很喜欢独处 因为之前有说嘛 独处的杂门总共有三个 一个是33 一个是40 一个是12 但虽然她叫独处的杂门 但不代表说 有33 有13的 或是33的人呢 她就一定会想要独处 那所以 因为13呢 她其实是更多 关于被别人抓住想要来听嘛 那所以说呢 其实她跟独处的33号 杂门本身来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那甚至呢 就Nancy会觉得 自己一个人是很没有价值的状态 那 我觉得她这个部分呢 很有可能跟她的人类所设计其他的部分是有一些关联的 因为其实像Nancy是一个投射者嘛 从这个图上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她的见骨中心是没有启动的 然后喉部中心也没有颜色 那所以说在这个 能量都集中在下半部的情况里面来说 像这样的个人特质 通常是比较喜欢做事情 而不喜欢一直说或是一直听人家讲 是很正常的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是关于Nancy的图上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至于13.6 确实因为它是关于六里 是关于一种超越 那所以说呢 就是对你来讲 你不想听那些东西 有可能是因为那些东西的声音 它并不是真正你觉得有价值的互动 但如果你就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如果今天你是有一个 你很喜欢的老师 或是你很喜欢的一个演讲讲者 那他分享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觉得 听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切入点可以给你做参考 所以虽然回想起来 你感觉好像自己没有像个聆听者一样 但有可能只是因为条件的就是误差 就是说你没有真的刚好遇到一些 就会让你真的很想聆听的人 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必要 然后甚至呢 就是独处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因为有时候呢 这对等一下我们讲到33.6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其实.6的人 对独处这件事情来说觉得还好 好我们等一下就会揭晓了 好然后我看到就是 Chema有说同事的部分me too 对人是很重要 然后再来Mia有说13.6北交点 OK所以北交点就代表 越来越接近40岁 或是40岁以后呢 他的这个特质的影响会 影响会比较明显一点 好那我们再来进行到 下一个13杂门的分享 就是佳鱼啦 我刚刚有看到佳鱼在线上 那这边呢就是截录一段内容 那佳鱼的分享是 他觉得好像自己不太需要刻意找资讯 那当下或接下来一段时间所需要 且不是我平常会接触的资讯 就会从其他不认识或 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对话当中让他听到 这就很像我们刚刚在讲13.3嘛 就是说总是一些意外的情况 那所以我觉得佳鱼蛮好奇的东西 就是因为刚刚在讲13.3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悲观主义这一块嘛 就是说会怀疑说 今天这个人他跟你讲的东西 到底是真实讲 那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不知道佳鱼的感觉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听的过程当中 感受出来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这边佳鱼还有分享到 如果是在一对一加上 有一定信任程度的对话状态 不论原本是随意闲聊还是正式咨询 对方都会很自然的说出很难 和其他人说出的生命故事 然后也会自然而然的 就被触动而落泪 然后自然的知道公司的内幕和家里的内幕 像是某一两个同事会觉得我很特别 和我有比较多的互动 然后就会在私下的见面或是其他人不在的时候 和我说一些公司比较黑的事情 家里的部分就是从不同的人各自说出的话 去拼凑事情的真相 嗯 没错 我觉得13号杂门在外加加鱼的 这个就是62号杂门这个逻辑部分的思考 然后还有58号杂门这个比较逻辑的一些 就是驱动力 它其实就会带来像这样的效果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完 它会有一些process 就是会让你继续的去 呃 酝酿或是发酵这些东西 你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或是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些共同性啊 好 所以家里的人类图设计就是 这个分享到这边 好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到33号杂门啦 好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13号杂门的感觉怎么样 那或是你有没有突然 听刚儿分享的过程当中想到了 你生命当中其他认识的亲朋好友 也是有这样的特质 如果有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呢 跟我们做分享 好 然后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就说 咪后说上面数过来第五个是什么 好 我回回来一下 呃 回到这个基本图 上面数来第五 一二三四五 南交点 好 这个是南交点 OK 所以说 南交点它就是关于你的原生环境 或是你从小受到教育的基础 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是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到33号 然后 33号的进行过程当中呢 就是家瑜也有一些分享嘛 然后比如说像纯抱怨 他会觉得不舒服 如果是很真诚的诉说也带着自省 我就会在大家的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的听 嗯 对 所以我觉得13 毕竟还是 那个三有 他是更喜欢听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就人生尝试的一些经验 没试过的 好 这种感觉 然后到了33号杂门呢 给大家下了一个眉批呢 就是用反思来结束这整个过程 所以13呢 还有13往前 那个能量流动就是4629嘛 所以其实本质上 从根部到喉部中心的路线是 53 429 46 13 33 一路贯穿到喉龙 那所以说呢 喉龙的33号杂门 已经是这下面往上的能量的一个汇聚点了 那这个汇聚点呢 就所谓的结束过程 就是指结束这个旅程 这个从53号杂门 一路到33号杂门的过程 那所以这个结束过程呢 它也象征着意义代表 像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一个浪子 他出去流浪了好几年之后 回到家里 他用一个更成熟的观点 来看到他从年长大的一个环境 所以关于反思 关于纪念 关于隐私 然后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轰隆的声音 关于我记得跟我不记得 那要记得的方法呢 通常都是你真的有花时间去反思 就很像在你的内心 重新的去咀嚼一段记忆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记得的几率会比较大 所以为什么有些小时候成长的片段 你会记得 有些不记得 会记得的那些呢 通常都是你在情感上面 有比较强大的连结 同时呢 你会感觉到 在那个那一瞬间你的记忆好像被定格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六四四期的定格的感觉 所以这个关于记得呢 它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 那这个抽象呢 33号闸门 它也关于投射者 所以33号的分享呢 它并不是随意的乱分享 或是随意的把所有的人的秘密都讲出去 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等待邀请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搭配到这个闸门的一些策略的话呢 基本上33它就可以运作的不错 好 然后33闸门呢 其实它发展的路径上面来说 一开始会蛮有可能一直发生一些 人生中不想要去遇到的一些事情 因为它是承接来 来自于2946嘛 那2946呢 之前我们在讲的时候 因为其实人生方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痛苦啊 然后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 比较忧伤的一些回忆 但是到了33号咱们呢 这些忧伤的一些回忆 或是这些你觉得好像过去很痛苦的经验 它理论上来说是已经要被 就是用一个全新的观点去看待 然后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重蹈覆测是指这样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呢会 对于33号闸门来说 会不想反思 就不想独处 然后不想独处呢 略过反思的时候呢 就会有点 一直重复在做同样的错误的事情 就很像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人 曾经有遇过一些这样的特性的人 就是说 他可能以前在某个生意的场上呢 摔过脚 吃过 吃过 吃过那个不好的一些经验 那但是呢 他就没有去反思 他没有去想 诶这件事情我怎么会这样 怎么发生的 我要怎么改进 没有去想 没有反思呢 所以他就会重蹈覆辙 直到有一天呢 他开始觉得说 哦 我真的不想要 再继续经历这些东西 我开始去 好好的坐下来 拿一张纸笔 然后去把它记录一下 然后反思回顾一下呢 你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一个新生 因为其实33号闸门呢 点6它在 人类图的生命之轮 里面的顺序 下一个是接7号闸门 所以本身的这个新生呢 是指走向未来的意思 就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同时呢 33号闸门呢 它也关于三个价值的意义 在社会的观点来说呢 所有无意识的记忆 都是储存在33号闸门 13号闸门呢 是储存这个传统 这个家族的文化记忆 但是33号闸门呢 有点像是这个社会集体 就是关于一个经验 或是关于一个法则的东西 那我可以怎么样让它储存在一个 共同的空间里面 那所以33号有这个闸门的人呢 通常我的感觉呢 是更容易可以知道说 这个社会大家集体共有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那同时之间呢 那这个人类呢 对于隐私被泄露感觉到的恐惧呢 它也会坐落在33号 因为33号呢 它其中一个关键字是关于隐私嘛 那所以说这个隐私呢 是指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很多人呢会觉得 希望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安全保护隐私的空间 所以每一天呢 在结束之前可以自己有反思的机会 就有点像是 你回到家 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书房 然后这个书房呢 你可以坐在那边 好好的把一整天发生的事情 把它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再去睡觉 让你睡觉的过程中 不会一直想到朝思暮想 半夜呢睡觉 还在梦到白天的事情 OK 所以说这个 对于隐私感觉到被泄露呢 其实人是感觉到非常恐惧的 所以33号闸门其实也带有这个恐惧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敢分享出来 是因为觉得 啊 这个东西我讲出来之后 大家都会知道我的秘密 但是这个秘密呢 其实实质上有可能对你来说 它就只是一段记忆 那当你把它分享出来 再也不是秘密的时候呢 大家就不会觉得那么紧张了 对嘛 就是像以前 就是小时候 大家不是都会说 啊 这个人跟那个人是不是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一直讨论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诶 这个过程是很不舒服的 那个世主就会觉得 他的秘密被掀开了 但是如果当那个就是 就是曖昧的对象呢 他就跟两个人就是公开的 站在大家面前说 哦 对 我们就是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呢 再也不是秘密 你就会看到呢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就再也不会去谈论它了 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把秘密讲出来的时候呢 分享你内心 深处的记忆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恐惧就已经被传越了 所以有蛮多的人 为什么就是国外 就欧美 他们很喜欢去参加一些 心理智商师的一些疗愈团体 就是因为你把这个讲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秘密 你不是卡在心里面 让他一直就堵塞你自己心里面的 就是让他觉得很难受这样 好 然后 刚刚Mandy也有分享说 13.2比较想要听重点 太多无关紧要会觉得很累 没错 好的 然后 Mijo已经理解 OK 18.5黑男角 等一下要讲到18.5的时候 就可以看一看 在最后尾声的地方 好的 然后 33呢 她的主要杂门的特性 就是到这边介绍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 33.1到.6的叙述 点1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先理解 什么叫做回避其他人 直到你收获到凡思 点1 它是关于基础 那可是33又是在喉咙 那点1要讲出来呢 它本身讲话就是比较小心的 那所以说 这个回避他人呢 是指说 因为他很需要一些独处的环境 然后 才能够慢慢的去分享 他的经验跟看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 当他就是独处 然后理解了这些经验的重要性之后呢 才不会一直反复的发生一些错误 所以33.1呢 是非常讲求 会想要把事情做对的人 就是说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 慢慢让你反思 然后把下一次 原本犯的错呢 第二次不再发生 那对33.1来说 他会很焦虑 就例如说 什么情况会很焦虑呢 事情一直不断的接着来 然后让33.1的人 没有办法好好的 就是喘息 这种情况呢 就会比较容易 让33.1的人崩溃 所以要结束这种崩溃的循环 最好就是你慢慢的去 先不要跟太多人接触 减少你的行程 知道呢 你真的已经完成这个反思的过程之后 再慢慢的回归到人群当中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33.2 33.2呢 其实跟13.2有一曲同工之妙 就是大概他的OS就是指说 不要管我啦 我就是想要躲起来啊 我就是想要在我的地洞里 你不要理我 这个就是比较像33.2会说的话 所以33.2呢 这个所谓的别管我呢 是因为他常常会给人家投射一种感觉是 别人会觉得 他好像很重视自己的隐私啊 所以他把他自己锁在他的房间里面 然后但是呢就是 当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总有一天呢你还是得跨出你的舒适圈嘛 然后这个走出来的那一瞬间呢 你的人生就扩大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2.2的人来说呢 就是从别管我到 啊好啦我终于愿意打开我的房门 然后跨出去这一步 然后开始去思考我的人生到底 要怎么样啊就是选择 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然后建立你自己的反思能力之后呢 对13.2未来奠定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基础 否则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会一直体验到很浪费时间 就是比如说啊独处很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好像独处的那一瞬间呢 就是就没有干嘛 然后或者是好像你会觉得今天 呃就是独处的时候 又没有没有电影可以看 或是又没有以前小时候 可能又没有电影可以看 或是又没有人可以去玩 一直去玩 那真的是太无聊了 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要被跨越的一个课题 对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解释为 课题穿越到天赋的过程就是 课题呢就是先理解 你把自己锁起来然后不走出去 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 然后什么都不做呢 它其实实质上是就是很浪费人生的 有些呢13 有些33.2的人甚至会觉得 我干嘛走出去去就是花那么多时间出门啊 就出门也是很浪费钱啊 然后很浪费精力啊 然后就会懒得出门有些33.2 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就会让你的经验累积变得太少太少 那但是它33又是关于就是 把这个秘密呢去把它公开出来的一个闸门 所以点2它要克服的就是真的是 关于那个走不出去的感觉 好然后Mandy有说 这个33.1 6月底离职之后慢慢消化经验跟反思 就觉得好轻松 要传达自己的想法会变得比较顺利 对没错所以 这也是一个空白的时间 然后Zen也有分享说是真的有感觉吗 好然后再来到33.3 33.3呢其实它关于隐私的需求是比较自然而然的 就不是说刻意追求 因为1跟2你会感觉到 它好像要有点与世隔绝 但到33.3之后呢 它其实并不固着在 我一定要有所隐私 而是顺着比如说好参加一个闭关营 然后或是今天我就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顺势的一起把我的人生去做反思的 然后这一生当中呢 当你越适应就是摆脱这种隐私 当隐私这种不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埋藏在心里的时候呢 你就能转退为生 所以这个转退为生是什么意思 就指你的回忆你的经验呢 它实质上是可以给你很大的价值的 但是当你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就是好好的让你自己一个人待着 但这个时间不用很长 大概就一天 比如说你可能今天有一些很想要去反思的事情 你晚上回到家把房门关起来 然后你隔天呢 一样还是可以对这个世界敞开心胸去跟他们互动 所以33.3呢 这个隐私开始有点像是一个开关 就是随时切换 然后到33.4呢 它就是已经关于人生的一种信念了 那这个信念呢 就是你可以想象整个人生你如何发生任何的事情 你今天为什么会做上现在这个工作 你为什么遇到那样的人 它其实就是关于你相信的念头啊 如果你一直觉得工作就是辛苦的 那你就会遇到很多辛苦的工作 那当你觉得人生可以开心的 那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开心 所以33.4呢 它更重要的一个是 你拥有一个独处反思 化为机会的潜在信念 所以如果你独处反思的过程当中 你会突然想说 嗯 我可不可以拥有一些新的全新的人生观点 过去的那些人生观点 我觉得哪里有不太对劲的地方 然后我想要获得一个新生跟改变 所以呢 我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然后那个过程 那个改变的过程呢 有的人就会追求怎么样 冥想 进修 然后或是保持一个沉默 去内观十天 然后让自己去寻找到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33.3 因为它也是关于三窑的一种悲观性 那所以保持信心就是指说 有时候寻找的过程可能要好几年 甚至有的人是很 十几二十年的都有 所以这个答案可能不一定是 如你预期中的 那么快速可以被找出来的时候 那记得就是保持一个信心 否则就是33.3会觉得 那我干嘛要就是沉默 那我就去尝试就好啦 因为三窑它是关于尝试嘛 那所以33.3呢 我觉得它是三窑最不明显的一个特性 然后刚也有Sirya就分享说 33.1烘南交一次被太多事情轰炸会很焦虑 像是CPU烧坏 需要自己督处的时间 没错 所以如果是33.1 我发现这次来听直播 蛮多都是33.1嘛 那就记得就是一窑呢 它一定要非常稳固的一个基础 好了 那到了五窑之后呢 又是这个闸门最经典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经典的特性呢 其实讲白一点 就是说有33.5闸门的人 很有可能在小时候不太知道怎么样去掌握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所以那种大家对于33闸门 就是好像印象会觉得是 廖北亚的这种特性呢 它比较像是在33.5的课题的时候 那也不是它的天赋喔 就是当它没有办法处理的很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讲 什么时候不该讲 然后就是不小心把它 扛出来的时候呢 那33.5就会导致很多人的混乱 就像刚刚前面不是有一个 家瑜好像有分享说 什么就是讲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引发3536的混乱嘛 对 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好 然后所以33.5跟33.2呢 其实它是一个对照组 那33.2呢 它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33.5是别人叫它 回它自己的房间 所以其实实质上是非常有趣 有不少的33.5的人 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 曾经被爸爸妈妈说 欸你为什么要出来跟我聊天 你不能回你的房间做你的事情吗 小朋友这时候呢 真的很需要被疗愈 就是很多这种被逼着回去 要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也是外界的投射 就是觉得你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你自己身上啊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期待 很多压力 那但是呢 就对33.5的人来说呢 回忆所带来的这个魔力啊 它其实就只是在正确的时间点反思 经历跟完成它 所以换言之呢 你不是无时无刻都需要 一直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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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思啊 其实会很累的 那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比如说可能每天睡前 做一次这样的行程 反思的行程 或是你可能一个月 为自己做一次反思 然后反思完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沟通出来 表达出来 说出来 那你就发现呢 你会感觉到 你慢慢能够掌握到 什么时候要把这些东西去表达 会是最好的 例如说你可能最近 发现了自己 什么样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经验体悟 那你就在讲的时候呢 你发现对方不是很想听 好像对方有点兴趣缺缺 那对33.5的人来说呢 你就要赶快就是试空气 把这个就是分享太多的东西把它收回来 那才不会让别人呢 觉得好像有点那种炸掉啊 太多了快要受不了了 那种资讯量过多的感觉 那所以33呢 某种程度来说 她其实这个点5 也是能够保守秘密的 就是当她还没有完完全全理解 就是今天我听到了一个故事 比如说小时候长大 然后听到妈妈曾经骂了爸爸自己什么东西 然后但是小时候无法理解 然后直到呢她长大了之后 理解到妈妈原来骂的那个东西啊 心里面是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委屈 所以她讲了这个东西 而不是她很讨厌或者很恨爸爸 那这个时候呢她才明白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再把这个她理解到的东西去跟别人分享 才不会歪楼 否则33.5蛮有可能在自己还没理解一件事情 就听到啊 然后但是片面之词 然后就直接转述的时候呢 那事情一定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好然后再来就是33.6 那33.6呢就是关于你对于这个人生的隐私呢 讲真的没有什么在care 然后你注重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哪些经验的分享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价值 所以这个价值是怎么得来的 是你跟世界保持一点距离得来的 就是说你没有特别在这个世界当中啊 非常就是躺在那个浑水里面 你是放手穿梭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可以想象是这个状态 然后同时之间呢 你会一直不断的去看 因为你是在游 在这个世界上游走嘛 那你就会知道哪些东西对人类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人们如何接受看待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就是你知道那些怎么样可以接受这些新的想法 新的价值 所以你关于你关心的呢 是更大的一些社会性的原则 所以33.6呢 其实蛮适合做跟社会的就是议题有关的工作 然后最终呢就是你的这个明智 或是客观的态度心情 就是切入的视角呢 就能够真正的去对这个社会有所帮助 就比较不像是五窑它是一个主观的意识 那六窑它更多的是 就是参与了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些分享的经验 好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 刚刚还没有读出来的是Yarrow跟沛仙的故事 那Yarrow呢这边就有说33.4红太阳 在某些经验或事件之后 真的很需要自己的时间来回忆和反思 通常用书写来梳理想法 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想法和心态再继续前进 那我觉得这个书写或是不管是要书写还是要说的 那都很好它都是一个就是很关键可以梳理自己的想法的 那如果假设是到33.5啊 就是这边人类图的380条咬线 有特别强调是要用说的 所以如果你是1.5的人 那我会建议如果你要反思你自己的人生经验 你可以去把它跟你的朋友去多聊一些 它的效果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然后佩仙呢这边分享33.4呢 当别人说这样做最快 但是我非得自己从头做一次才会学到 是因为33.4嘛 33.4红月亮它是关于一种下意识的 就是同时它也参与这个红色月亮的潜意识 所以既是身体的层次 也是你的这个内在就是这个心智这个潜意识的部分 那所以说呢所谓的非得自己重做一次才会觉得 学到东西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四摇呢它是一个非常固定的 所谓固定是指我走我的阳关道 然后你走你的独木桥 不要管我 你让我走这条路吧 然后走这条路呢是因为我就是要去做修行啊 那修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是沉默的都是在关注在自己身上的 所以我觉得佩仙的这个状态有点像是 你在走你的修行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要再自己重做一次 因为毕竟修行不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 理会同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但是你不断的重新的试 重新的去试 重新的去经验它 然后佳余有分享说 33.6黑色的木星 就会觉得 就是 什么 最近在玩将动漫人物的能量和相对物质能量结合之后的效果 对就是 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些的方法 就很像你是长阳在世界里面玩乐的那个人 然后而你不是躺这些就是经验的浑水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毕竟他真的 以数量来说如果他母数很少 其实参考价值就没有这么的大 但是我觉得33.6它更多一点像是这个大数据库 就是你就是一个大数据库 然后你把这些经验把它做收集之后呢 你把它变成是一个人生很有用的一些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好 然后 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网友的分享部分 那33.6我记得好像蛮多人分享 好 那这边佳余呢 就是也有在之前有投稿 他就是有分享到说 之前待在诊所的时候 一段时间会有一位同事特别常来找我聊天 那聊完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时间 同事就会穿着便服出现跟我说 我离职了 现在在哪里工作 然后计划要做什么 三年之间就有六到七个这样的状态 那这个啊 其实我觉得跟33.6它之间的关联性是 一定是当时你在聊天的时候 有提供了一些蛮客观或是蛮明智的一些选择 所以很有可能它就 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点醒了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33.6发挥的很舒服 然后让人家感觉到很佛性的这个状态 通常呢大家是会很容易被33.6的人激发启发的 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去到下一个ZEN ZEN就有分享说红色月亮33.1 然后所以说呢在ZEN的分享里面就说到 有一次在广场上呢看见那里工作的人放工的神情状态 大多数都像丧失一般面无表情的拖着疲惫的身体走着 只有少数是很精神的积极的走在路上 这都好像跟23.35.58有关系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面无表情这个像丧失一般的 跟58号的热情这个活力呢是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对照组嘛 那就是在那里看到工作人放工神情的一个状态 这个比较像是33的就是你感觉到 就是其他人有一些状态 然后你藉由这些其他人的这些神情状态啊 你理解了一些经验的重要性就是 哇这个工作真的好像有点无聊 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你想表达的 但如果ZEN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你刚刚有听完33.1了嘛 然后我有看到你会说好像蛮有感觉的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跟你感觉到这个事情的观察是有关联的 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的就是延伸做思考 可以帮助你做反思 好 然后再来第三个分享呢 是唐 然后分享黑色地球33.3 那33.3的黑地球呢 就是平常真的很喜欢吸收各种资讯 不管与自己平常生活有没有关系 都喜欢听各种领域的人分享 那33.3呢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 它是关于一种 就是不是这么重视 不是这么完全重视隐私这件事情 反而呢它是一种随时随地我想要有隐私或是不要有隐私 闭关或是不闭关都可以 但是这些隐私的东西呢 我猜就是唐可以进一步的去感受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这些吸收的资讯里面来说 你会有一些是秘密的 或是有一些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要把它分享出去的 然后或是有没有跟你自己的人生经验比较有关系的 那这个经验呢你会不会觉得 嗯好像需要有一段时间它是要整理一下 然后自己稍微相处一下 然后隔天呢你就会继续的去跟不同领域的人去做交流分享 我觉得它的路径33.3 应该会比较像是这样 就是间歇性的去跟别人互动 它比较不是always就是 all the time就是完全去做这件事情 好然后刚刚Zen有回的就是说 会思考它或是他们是否不在他们喜爱的工作 所以呈现出那种状态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思嘛 就毕竟呢 这个感受上 每一个人就是体会到这件事情的状态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就33号咱们的贡献就是指说 诶看到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提醒 或是是不是它是有什么价值存在的 我觉得往这个部分去思考 对33号咱们会更有帮助 因为有时候它是一种观察的结果 但是没有化成见解 因为它毕竟是到喉部中心 还没有到逻辑跟头顶嘛 那所以它化成见解的速度还是有限的 那如果假设 就是你们的设计图当中 头顶跟逻辑又是没颜色的情况之下 那你要让这个理解更快的能够解答 它其实就是有点难度 那反而就是慢慢来就是轻松的去理解它 就是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契机说 诶我看到这样的现象 那是怎么样去解释它呢 然后就包有一个疑惑或是一个问号 然后更容易找到解答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到 58号杂门啦 那我看刚刚33号杂门 大家也是真的分享蛮多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了 这个逻辑回路的世界了 那这个逻辑回路呢其实 真正翻译来讲的话 应该叫做理解回路 那为什么我会有时候会讲逻辑回路是 因为理解回路讲真的听起来是有点不太知道它到底要表达什么 但是如果讲逻辑回路呢就有点像 它今天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脉络的 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去记忆 那在58号杂门呢我就下了一个 眉批是刺激是快乐的关键 那所谓刺激是快乐的关键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本书 就是压力是你进化大脑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所以呢压力你把它想象成就是这个刺激 所以你要有一点压力 要有一点目标 或是要有一点外界的一些引诱 比如说别人就鼓励你啊 然后或是可能会有奖金啊加薪啊 这些都是刺激 那这些呢都会让你有多一点的快乐出来 所以本质来说呢就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的人生是很快乐的 然后或是很乐活的很乐观的 那这些的压力呢它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这外界的一些刺激 才能够让你达到快乐 好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先理解58号杂门它是在根部 然后它是关于一种燃料 燃料什么燃料燃烧一种活力 就是带动一种活力 所以有58号杂门的人啊 通常就整体来说 其实是会知道自己想要投入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真正能够让你感觉到快乐的 那但是呢通常在发展路径当中 58号都会在刚开始呢 会很害怕今天做一件事情会不会不成功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内在呢 你是58号杂门你的内在害怕 做事情行不通的那种恐惧跑出来的时候呢 然后或是你害怕说今天做这件事情 它的代价啊负担啊是什么 那你可能就会卡在那个 就是敢做又不敢做的那种建议摇摆 那直到呢当你去突破了这个恐惧之后呢 你就会慢慢慢慢找到自己独特的地方 就最适合做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去投入你的精力 那在58号杂门对于个人的价值 或社会的意义来说呢 它其实也是社会阶层所归纳出的一种模式 那前面都讲活力跟社会阶层有什么关系 就是基本上呢社会阶层我们就是在想 为什么它会就是用这种角度出现 很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都是依赖于一种秩序跟模式 像比如说印度的种姓制度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的被废除 或者是被终止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在既有就是握有这些的 优渥条件的人底下 他们会觉得这是我能拥有的一个好处 那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弃掉呢 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没有这样的阶层制度 然后没有这样子去维系社会的一种关键的时候呢 会不会好像我就没有一个那种社会的那种维持制度 那所以说呢它其实也为什么 58号咱们会连带的去创造一种社会阶层 老板跟员工 所谓社会阶层就指老板员工 然后白领蓝领 然后像印度的种姓制度 这些呢或是爸爸妈妈跟小孩 其实都是社会的阶层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除了社会的意义跟这个阶层是 跟58号咱们有关以外 那另外一个跟个人比较有关的东西就是 你是很容易辨识出值得付出经历的一些人事物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你身边有些人 他一直在投注一些 你真的看了就会叹气的那一种事情 比如说他就一直投资一些标的物就是不赚钱 然后或者就是做很多事情 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但是他实质上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 那你看了之后58号咱们的人就会很想要 就是点醒他说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你人生中喜欢的是什么 我觉得对58号来说是更容易做到这件事情的 好 然后刚刚有一些分享简短的 嘉宇有说一旦千换到58号咱们就不自觉 开始搜寻食谱 看要怎么料理晚上的猪肋牌 没错 1858呢它其实也是关于一个 这个品味的人生的品味 因为我们那时候标题是打人生品味嘛 然后还有1858呢 它是一个觉知能量流关于吃这件事情 这个吃呢的这个味觉 它是一路从58呢连通到18 然后一路到48、16 这整个左边的这个路线 它其实都是关于吃 好 都是关于品尝美食这件事情 所以蛮多人呢 1858有这条通道 其实人生的品味都蛮好的 就是那种品味呢讲白话一点就是说 诶 可能会挑还不错的一些商品 或是CP值很高的 或是好像它用的东西看起来就比较高级 可是诶 不一定花很多钱 或是你会发现它在食物这一块上面是很讲究的 它就比如说可能吃的很营养 或是吃的很美观 总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不一定是权重 但是有可能是某一些的点 就是它坚持的人生品味的部分是很要求的 然后小小狼有分享说 黑58.4 58.5都在海王星 会因为害怕卡很久才行动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讲 58号咱们的这一种课题 那所以说呢 这个课题一旦突破了之后呢 它其实就会动起来啦 好了 那刚刚讲吃这一块呢 大家都突然醒来 那个Peggy 你有说的 啊 这么爱吃不是没有原因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58.5也不是讲爱吃 我觉得应该是懂吃 就是如果真的要把58的这个精髓把它打穿 应该是叫懂吃 好 然后 佳余就说58.4跟58.3也在海王星 哇 今天很多 0.4 0.5 0.3的都在海王星 那你有没有可能 出生的那个年龄呢 就是相差一两岁 就是没有很大啦 那有可能是同一年生的 好 然后Seria说 妈妈有18.58很会挑餐厅 所以周遭的朋友就请她帮忙定位 是吧 对不对 所以58 我觉得本质上呢 在人生的能力上的贡献 其实还是挺大的 就让大家开始 不是指局限于说 我人生中渴望的是什么 而是要讲究 讲究就是指说 比如说评论是好的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之前有很多人 推荐这间餐厅 他的经验法则来说 这个东西最不会雷 好 以大数据分析来说呢 这个是最 大家都最能够接受的 好 OK 那我想就是大家看到 吃的东西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开心 对 就是现在9点多 有的人可能很早吃饭也都饿了吧 就是开始想要吃消炎 好 那我们回来就是58 从点1到点6开始去做分享 那点1呢 其实这个 近些性启动生活的热爱 就是勇于挑战任何不正确的穷威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讲白话一点 因为这边是帮大家整理一个 比较方便去记忆的一句话 但这边呢 我们先从头开始讲58.1的概念是什么 它其实是关于一种生活的至爱 就是你爱你的人生 但是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啊 就是说 你今天虽然你很热爱你的人生 很热爱你的生活 但是每天你出去外面 就是交通啊 或是赶车啊 那其实它都是 有一些风险在 但对58号来说呢 它更在意的一件事情是 它要勇于挑战任何不正确的权威关系 例如说在职场办公室里面 你会发现58.1的人呢 只要遇到一些那种灌老板 或是灌主管 就是会很觉得说 嗯 很想要好好地跟它沟通一下 因为就是当它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好像 就是有一些不是很舒服的 要让它尽可能符合你的人性 符合你的使用的习惯 那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一些 那所以说呢 对于58.1的人擅长的事情 就是指说 你知道如何使你的生活去运转起来 而且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说 你要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能量 因为58如果它是悬挂 就是你没有整条通道 你只有这个闸门 那你会发现 你会一直想要去 就是挑战权威 但是 有可能 那件事情你不一定要去做 因为有可能 那个老板就是这么的死板 他就是不想听你讲话 但你做很多 都不一定有很好的结果 但58.1呢 确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天赋 是关于辩论 哲学的辩论 所以 如果今天有一些谈判 或是有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场合 然后它必须要有一个 很坚强的思维能力 然后可以进行一场辩论呢 就可以派58.1的人 去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呢 其实 58.1呢 它因为是奴辑嘛 所以它更清楚 正知道某些事情的可行性 所以你只要突破呢 就是 害怕生活会失败 或是会行不通 或是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些恐惧在 跨越这个恐惧呢 58.1就是一个 能够 去影响别人 就是去 挑战这个权威 因为这个权威呢 可能在决策上 已经不好用了 就是说它有很多错误的一些决策 那58.1就会开始 找其他的同事一起 好 我们是不是要来做个改革 就是这样 好 然后 刚有看到佩仙有分享 关于58.1嘛 那58.1这边说 红海王星肾上腺素提案法 这个是什么 听起来好炫喔 我刚看到这个时候 想说这是什么专有名词 还仔细很仔细的看了一段这个 这个也太可爱了 怎么把大象塞进冰箱 就是给提案者一条死线 而且很常在报告前一小时想到的提案 就最容易被采用是因为58.1嘛 嗯 基本上啊就是 你如果发现某些事情它真的是 就是你突然有个灵光乍现 觉得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比较高 然后你不会被那个东西捆绑或害怕 其实确实它就是比较接近天赋的状况 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follow这个根部中心的肾上腺素呢 事实上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肾上腺素它还是一个集中输出的概念 比较不是犹豫啊 好然后再来就是 静域有分享黑红 58.1跟58.2都在天王星 求学的时候很喜欢跟老师唱反跳 还好呢 我是在后期就是几年认识静域的 不然我可能就是 要那个心脏要练强一点 就想说 那万一哪个东西讲的不太对劲呢 我就要好好的静修一下我自己 好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58.2啦 那58.2呢 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天赋 是关于给他人不寻常的形式 挑战既定的社会框架 那所以58.2呢 其实它有讲到一个前景提要是什么 就是它是关于我们存在一种 语言上的偏见 58.2呢 你会感觉到今天 就是如果有一个不舒服的词汇 例如说你觉得自私 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 然后或者是你觉得好像今天很胖 这个词呢是很负面的 那这个东西跑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怎么样 要挑战它 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胖 我就胖啊 或是为什么就是不能 人不能自私 人不生而就自私嘛 就58.2的人就会这样想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去反向去操作呢 其实某一个部分来说是这样子 因为58.2呢 它其实有 对很多人来说都有一个反常的特性 就是说跟常人理解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也是58.2会成功的原因啦 就如果你的人生走的路线 你觉得你是58.2 那通常你会成功的地方 有可能都是人家不太觉得有办法做到的 然后同时之间呢 58.2也是要挑战既定的框架 然后所以说呢 它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所以58.2也蛮适合去创业啊 就做一个这个世界上完全都没有过的产业 那感觉听起来是非常酷的 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58.3 我看好像禁欲也有58.2嘛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一下那个唱反调 会不会比较多是在58.2这一块呈现出来的我猜 好然后在58.3呢 它是关于一种内心渴望成为领袖的特质 那这个渴望成为领袖呢 它刺激的挑战释放你身体的动能是什么概念 就是例如说你遇到一个拥有财富的有钱人 然后他就问你说 我有一个很好的ID 你要不要来协助我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告诉他说 不用了谢谢 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想关注在我自己人生想做的事情上呢 你就会发现呢 某一天有可能你回想起来 会有点后悔 因为其实呢 这个更重要对于58.3的人来说 是一种尝试 一种人生的实验 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在某些时候辨识出来一些机会 他其实是来帮助你 然后帮助你一起透过彼此的力量 使你能做到的事情更多 然后慢慢的了解 谁能够提供给你真正让你人生中快乐的这个刺激 就是58.3要去学习的 当你能够越快的找到 是谁 哪些人 什么样的事情 在那个时间呢 不要只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可以让自己走出自己的家门 你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多 所以我刚刚看 呃 JAMA有58.3 红色男胶吗 那有可能是 那一段时期的大环境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大家都会开始想说 呃 我有好多投资的点子啊 或是可能是不是经济起飞的时候 不太确定 因为我不知道 呃 就是实际出生的时间点是什么 但是可以去探究一下吧 58.3就是你出生那一年 呃 整个大环境是不是对挑战权威啊 或是对于 呃 就是去开发自己新的一些点子 有这样的一个 啊 环境趋势 好 然后常元品说 晚来签到真的我13.2 虽然有人说过 我讲话可能得到抚慰 但我觉得有点不太喜欢和别人 担任别人的树洞 嗯 对 毕竟它是二摇的东西啊 好 悲题也有说 两个儿子都有58开了好几次 好 然后嘉瑜说 有实际案例 三年前有一群股东要出200万 让我负责一间诊所 很快就拒绝了 没错 就是点3呢 不是说拒绝就是不好 而是拒绝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人不对 但是如果假设能够最快的时间内 去分辨出来这个人到底对不对 就比较不会把自己锁在那个小框框里的 概念有点像是这样 OK 哇 这个Blanch怎么念啊 从两年前就开始听老师讲课 感觉越讲越棒 我两年前影片应该很菜耶 那时候讲话超不顺的 好 这是题外话 好 那我们再回来喔 就是刚刚58.3已经讲完了 我们就到58.4 就感谢大家的支持吧 那这次直播也是很长啊 我们就是还讲到58 我们还有一个18 所以一样就是可能会跟上次时间 坐落在49.45分左右结束 差不多 好 那到了58.4呢 它就是关于一心一意的将能力灌注在你想要的激发的人生实验上 OK 所以这个人生实验上呢就是指什么意思 通常呢你如果是58.4 你会需要找到你自己人生聚焦的模式 就说因为四摇它是固定的路线 所以说你的这个一心一意啊 你挑选的事情越专注的 灌注在你想要的人生实验上 区分哪些的方向值得你付出 哪些模式适合你 哪些人你不需要去管他 哪些人你需要去适应 所有的混乱 或是你可以问自己 就是问自己的感觉 你是否想要为这件事情去付出 四摇因为它是一种友善的 就是互相支持的 所以说呢如果假设四摇的人 58.4呢没有很想要跟 为这个人付出 或是今天你感觉到跟这个人互动过程中 你是很很痛苦的 那你就不要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否则呢就是58.4会有个人生过程是这样 想要一把全包所有的事情 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想做 但其实呢58.4才是最需要把那个 就是断舍离这个精神拿出来的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58.5呢它是关于一种 就是被投射为提供生命活力的角色 那因为天生就是比较容易被投射啊 那所以说这个所谓提供生命活力的角色是指 你在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呢 其实就开始练就如何保护自己的本能啊 不受到外界的诱惑影响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 这个58呢它是很容易被人生的一些刺激 或是人生一些有趣好玩 有火力的一些事情去吸引 那这些吸引呢就是一些外界的诱惑啊 那所以在人生早期的时候呢 可能会往往会先遇到一些有问题的经验 就你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喜欢 或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些过往 但是这些过往呢 就是真正可以适用于大众的模式归纳整理 就比如说你可能在过去当中 跟你的主管、员工、你的爸爸妈妈或是孩子 就是这些问题的人际关系当中 你有沒有感觉到 哦我从中学习到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生经验 跟模式呢 它是跟这个社会有一些关联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 那个传统啊的思维 跟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一样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文章 或是什么样的影片 它在探讨这个社会现象呢 刚好也是符合可以解决 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疑问的 那同时呢 你也有这个反向操作的能力就是说 你提供大家呢 能够给予社会大众 一个比较基准的一个准则 去解决所谓主管跟员工的问题 孩子跟爸妈的问题 这个也很适合当那个什么 两性关系的 或是家庭关系的那个疗愈师啊 OK 好 然后我看一下大家的分享 58.4超有感 对 就是会很想做很多事 那要专注 OK 对 什么都想要结果 蜡茶 蜡茶 没错 好的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58.6 58.6呢 它其实是关于一种寻找完整的流程跟局面 因为它就是一个纵观全局的遥线啦 所以呢 58.6反而跟前面我们所叙述的那种活力跟精力的投入 完全不同一回事啊 所以58.6呢 它其实不会想要把精力投入到事情上 那所以当你如果看见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 反而会不一样 所以58.6要先区分一件事情是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想做 不想做呢 你就会觉得 我完全不想投入任何的精力 浪费我的时间 但如果你想做 它是你人生中愿意抛弃一切 不顾一切去做的 很重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为了 你要做的那件事情放弃其他的一切 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六遥的 就是以身作者或是这种典范所带来的一种特性 所以你的人生的发展过程啊 对58.6来说 就是从为什么我应该要把精力放在那种事情上面 我不是很理解 这些东西只会浪费有时间精力啊 到慢慢慢慢开始接受就是去参与这个过程 然后成为一个领袖呢 其实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完整性啊 OK 因为你当你呢 就是58.6 如果你有这个遥线 其实你比较适合当一个管理者 或是比较适合当一个 呃就是 带领其他团队成员的角色 因为呢 就58.6 其实讲真的不是很想要 投入精力嘛 就等于说当基层一定是很痛苦的啊 那所以当管理者的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把你的精力浪费在一些 比较基层啊 就是routine的一些工作里面 反而呢你就可以把你的 视角放在更大的局面上 像之前我有不少就是58.6的客人 他们都做的工作 确实都是什么 工程部的主管啊 或者是 本身就是真的有一些的阶层上面的 就是这个考量的工作 好 然后 像seria分享 我自己有红58.5 58.2 然后加上红太阳5 15.2 会对一些负面的名词特别敏感 会觉得如果没有影响到别人不应该有好坏 应该尊重各种极端行为的生活方式 嗯 只有58悬挂 喜欢品尝 所以后来跑去烤了品酒师哦 哇 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吃东西也会对每一项食材的味道细细品尝 嗯 哇 哇 嘉瑜的分享也很酷 就是看着三个小孩人类图给予他们不同实际的学习场 用三天的时间让五岁的小孩从会 让餐桌留下混乱变成从拿食材到吃完放完 都不需要成人来叮咛或收尾 好强哦 这个能力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58号咱们呢 本质上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寻找就是这个流程 就是确定这件事情要如何可以好好的安排的能力 所以实质上呢 如果你刚好真的看到有些人他是58.6 然后你现在公司呢很缺乏一些比较明确的制度 就是希望有人可以来做这一块呢 就是事实上58.6是很适合的 好 然后再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网友的分享部分 那58也是有好几个分享哦 所以说呢 我们就来看 先看 咪吼 这是咪吼吧 还是吗 这次应该是念对 好 然后58.1跟图星58.4 那他的描述呢 是对于某些事情 没有按照一个理想运作会很难受 类似一个工作的方式可以更好 或是更符合初衷 例如问卷 如果是要真的听到消费者的心声 应该要好好的访问 不是用奖品利诱的方式 对 然后因为奖品利诱呢 可能造成假资讯等等 对于是否可以活出热情 自我天赋之类的东西很执着 执着到常常怀疑自己 因为总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对 不够理想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啊 就有框黄色字的部分 其实有一点像是因为悬挂58号闸门 没有得到18号闸门的那个 就是指引 就是因为18是在直觉嘛 所以他更多的时候是关于一种指引的感受 那58就是有很多动力 然后尤其是 蜜猴的这个人类图设计在根部中心是没有定义的 那所以自然而然呢 就会觉得对于热情或是天赋是执着的 那我觉得执着这个词啊 如果对蜜猴来说 这个感受是非常强烈到 你觉得你不能没有 那他其实就会是比较在课题的阶段说 如果可以的话 让他慢慢变得比较平衡是 有这个会不错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也不强求 那这样是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你的58.4更聚焦在要做的 就是真正对你来说有价值的那些 你真正想付出的事情上面 然后同时间呢 你的58.1呢 才不会就是感觉到 这个基础是很痛苦的 然后或者是呢 你会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都很累 所以 这个18呢 如果假设你就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以职场角度来说 周边有没有一些同事他有18号闸 如果有 那你就可以时常跟他讨论一些事情 有可能你会发现 真的会有一些突破口 能够把就是你觉得什么样事情 更符合初衷的这种做法呢 把它纳入进去 对 我觉得58.1的呢 就是会有比较多这样的不一样的想法 毕竟呢就是对你来说 1.1呢它就是要突破一些困难 然后甚至是呢 你的身边会有发生很多那种资讯传达错误 然后或是决策者他的脑袋袖斗这种情况 对所以我觉得对58.1来说那种挑战的就是指 你要去面对那些 克服那些不舒服的状态 然后同时间呢 去带来一种人生新的一些实验 OK 好 然后再来 Mihou说投资获利的诱惑 对 然后再来58.3想成为58.6 58.3想成为1.6啊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中学习人类图人们的一些行程 总是呢会觉得自己的设计就差了一些 但是呢我觉得 就另外一种角度来说 1.3呢它其实是 你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适应能力的 所以那种也是一种过程 就是难免都会有一些执着 或是你想要渴望 就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的 就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去做事情的感觉 但实质上呢就是 你多跟有六窑的人相处 有可能他也会增添你的这种 就是六窑的试的一些思想 OK 好所以Mihou说 58.6显示者是多适合当领导者 是真的喔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身上是会有很多的特质 就是关于要站出来去做一些事情 好的 然后再来我们就切换到下一个分享 下一个分享呢是 就是胡58.4的黑地球 因为分享非常的长啊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他很用心的是在分享他的这个黑地球 因为毕竟在黑地球 它影响的可能在其他的心来说更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58.4的叙述 就是感觉到小时候是 有分享说爱钻牛角尖 在意很多小细节 然后或是工作上报告其实只是字母大小写的差异 然后或是图表没有置中这些都是没有很重要的细节 但是同事会为了节省时间不修改 但是他自己呢就会觉得很难 不改会很难过 然后甚至日常生活中 曾经家里买房子要验收的时候 只有我看到黑色把手上的小裂缝 家人给我看他新买的柜子 我只注意到图案的压线而没有对齐 性命关心中 我常常会出于关心去希望对方更好 就是给予建议 伴侣却感觉到批评跟限制 然后在给book解图的时候呢 跟上16周课程之后 知道这是一条给投射者的通道 开始自觉不要干涉太多 然后给对方需要 等对方需要的时候再给建议 然后相处上就和睦很多 我觉得这个胡的分享 确实真的是蛮多 中58跟18号闸门的人的一个行程 就是 大家在做给建议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其实真的是出一片好意居多 那真的完全是人身攻击的这种 其实讲真的我看起来是少数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大家还会觉得 不就是 不厌其烦就是要给大家一些提醒 我觉得对58来说呢 他就是一种 他把你 你把他看成是你的很好的对象 所以你才会骂他 这就很像是有些 爸爸妈妈不是就很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就用骂来就是呈现他的爱 但实质上呢 那个骂有可能当你还不成熟的时候 你听起来就很像批评 但实质上呢 当你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 58闸门的那个骂 他其实带了很多的爱在里面 所以 我觉得他没有所谓的 就是真的 就是这个 这个关心呢 他是不好的 或是会给人家压力的 有时候只是 对方可能原本就对于这样的状态 他是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难讲说 他完全就是会让人家感觉不舒服 但确实呢 18号 58号闸门呢 因为他是集体的 就是回路里面的闸门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更着重在于一种 就是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批评啊 或是他的这个 就是指点 可以更接近是 跟这个社会有一些连结或关系 例如说 你可能看到一个新闻 或是看到一个报导 然后他是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你觉得还蛮有帮助 你就可以传给他需要的人 那获胜之士呢 就是当你在给予对方别人建议的时候 可以适时的 就是感觉到 对方是不是真的想要听 然后 对方呢 你不是针对这个人去给予评论 而是针对这个事情 本身去做讨论 对视不对人 会更好一点 好 然后我看还有一些 网友的分享 嗯 虽然说六窑会觉得怎么办 没有三窑耐撞好累 啊 所以六窑都往往要先爬 一二三四五 然后慢慢爬上来 好 才会到六啊 好 然后再来 呵 Peggy说有一种冷 让奶奶觉得你冷 嗯 五十八的爱 奶奶看你穿太少 就会疯狂的念 啊 因为奶奶还没有学到什么是集体啊 如果奶奶知道什么是集体的话呢 她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好喔 然后这边 我们就来看第三个分享 好 然后第三个分享是五十八号杂门 点一跟点四的青山 那青山呢 就说朋友会抱持着他们日常的烦恼来找我谈 最终从中得到启发或是新的洞见 但我还真的不认为自己 有说出什么引人深思的话语 稍微认识人类图之后呢 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咱们的影响 呃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重点啊 五十八呢 它是关于一种根部的力量啊 所以 呃 它跟 是不是你说了什么东西 没有直接的关联 它比较像是一种 你做了些什么 然后带给他们启发 对 所以 有可能他们在意的是一种 你给他们的一种启动的能量 而不是 他们觉得真的你的什么文字上的东西 呃 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候不一定 但是因为你的头顶呢 就是跟逻辑它也有明显的颜色 然后再加上你的六四四七是属于 啊 下意识的这个层次 所以也有可能是 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是这样的 有可能你五一中讲了一些 还蛮有用的一些价值的一些资讯 然后但是你不这么觉得 因为那是下意识 所以当你把意识拉回来说 你知道自己在讲的东西 实质上它有一个很大的 加分跟价值的时候呢 其实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下一个部分 那下一个就是最后的 就是58号咱们的分享 就是Yuna的58.2跟58.5 那58.2呢 58.5她的分享是 做的事如果没有意义 会觉得莫名其妙 浪费时间 常常找到问题 就想说出来 让事情尽快解决 有时在别人耳里 会听起来像一针见血 虽然一针见血 但是很刺耳 那这个呢 我觉得你的分享里面 还掺杂了一些38号 28号 这个通道 就2838这条通道的概念 所以说呢 我觉得它并不全然是 58号闸门的一个叙述 因为尤其呢 如果你58号闸门.5 你能够把这个 就是你对于过去就是这个 阶层关系的经验 能够让它把它就是显示出来 然后你去解决 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 可以藉由上位者去处理的 藉由一些权力的这个角度 协助你去帮忙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它会变得更加的快速或是有效 但如果假设你想要改善的 本身就是主管或是老板的文化的话呢 那其实事实上 它就是要以整体 大家是不是真的想要去改善 为原则去做 那会让事情呢 比较有真正根本性的解决 因为你的人类图设计呢 它其实实质上 你会感觉到你是一个 三分的设计嘛 对不对 三分人 然后这三分通常呢 会有一种课题是 人生中会比较急一点 就会急得很想要 赶快有一点快有 快有一点成果 但是这个快成果呢 往往它不是最制本的 它是制标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这个事情 它真正能根本性的完结掉 那你就可能要 稍微把脚步放慢一点点 好 然后58呢 就是到这边 最后呢 我们就进行到18闸门啦 哇 我们现在很扎实的一个闸门 分享很长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随着这个 唐数呢 越来越往中间后面 大家开始也比较有经验了 就是知道这个闸门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想就是 今天这个内容真的是 非常的丰盛 好 然后18闸门呢 给大家下的眉皮是 专注完美 近乎客酒 很像是那个 以前某一个 电视广告的台词 不知道怎么在看18闸门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这句台词 所以我就把它打下来 那关键字其实就是 跟修正改善是有关系的 它是一个 就是 优化改善的闸门 那同时之间呢 这个优化改善呢 它也是关于一种 就是对 父母的恐惧 所以其实呢 实质上 18闸门的发展路径呢 它是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 蛮多的人 会经历父母的制约 尤其在人类图当中 特别指出 如果你是儿子的角色 特别会容易被妈妈制约 如果你是女性的 就是女儿的角色 特别容易被爸爸制约 所以说呢 这个制约是指 可能你的爸爸妈妈 对你有一些既定的价值 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但是有可能 你是感觉到不舒服的 那所以呢 当你试图想要改变你的爸妈 你会发现呢 这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可能 因为你努力的念他 努力的改变他 他就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实质上 最后当你越来越接近说 相信不需要去修正或改变 其实呢 那一些我会觉得不太舒服的东西 他都只是关于我内在那种 从小到大的一些制约 就比如说 我很讨厌我爸爸怎么样 我很讨厌我妈妈怎么样 那当我能够慢慢的理解 为什么他们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一个人格特质的时候呢 其实慢慢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就会比较消失一些 那18呢 它也诠释了在社会上的一个概念 是指 为什么我们要走向逻辑的回路 为什么要走向逻辑的世界 是因为当我们理解的更多 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去发展 为什么我的人类图是这样 为什么我曾经体验到这件事情 啊原来是这个闸门的关系啊 你就会发现 当你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就会给你很多的安全感 所以实质上人类图呢 这个系统 很多人为什么学习起来 会发现比 比较 就是难以捉摸的那种工具呢 还要来的更加的有学习感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源头 就是说你是怎么解出这个东西来的 这个原因在里面 所以逻辑呢 就是 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会带给我们比较多的安全感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 18呢 它也是关于一种挑战 或是恐惧权威嘛 那所以说 呃 这个世界呢 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恐惧权威 某种程度来说 是因为 我们 就像 台湾不是之前 有一部电影叫《返校》嘛 它不是就在讲 早期就是那个白色恐怖时期的 那个时候 就是不能够读任何的一些 跟自由有关的一些书籍 那所以其实这个世界的 啊 就是和平啊 或是这个世界的自由 是基于人民的努力争取来 挑战权威而得来的 所以这个挑战权威 在社会的作用来说 它就是在18号闸门 那跟58号闸门 两个都有 但是在18来 来说呢 它已经就是 有这个潜力能够让它 近乎啊 就是完美 或是已经提升或改变 真正的改变是 发生在18号闸门 那58呢 它就是一个起头啦 就是说 要开始 准备要改变了 好 然后我看 突然一瞬间 大家很多人留言了 对 大家 大家就是大致上的感觉 都是 发现18号呢 就是这个 父母的制约比较多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很多不满不爽 都是集中在18号闸门的小孩身上 对 好 然后我继续先讲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灵感的话 可以继续的分享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回顾 所以18号闸门呢 一到六窑的特性 大致上呢 我们就是 从一窑开始先来讲 因为18呢 点一它是关于基础 关于基础就是指说 所谓的遵循传统的模式 做渐进式的修改 所以18呢 虽然感觉上 它好像是做一种 改革或改善 但是改善有很多种方式嘛 18.1呢 就是属于渐进式的改善 因为它比较保守 就是不喜欢突然 人生中有重大的巨变 OK 所以渐进式的改善就是 你可能18.1它还是有点遵循 比如说啊 以前爸爸妈妈教我怎么做 或是老师说怎么做 那我是不是要先参考老师一些意见 然后再去做一些修改 然后这个就是18.1 比较喜欢的 那 这个过程呢 对18.1来说 从小 就是小时候会比较 不经大脑去思考 说 这个东西我要不要去相信 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说 就是这样啊 人生就是这样 什么概念 然后你会觉得说 好像是喔 然后就相信 然后但是 长大过后呢 你会慢慢发现 好像有一些爸爸妈妈教的概念 不一定是正确的 就所谓正确是指 跟你理解到这个世界跟社会观的 可能不太一样 那对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 就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改变 你对事情的一些想法 OK 所以说 嗯 这个就是18.1啦 那18.2呢 其实在 呃 原文的英文单字里面 是讲绝症 那我觉得绝症或癌症这个词呢 它其实实质上 就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已经被破坏的东西 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18.2呢 这个概念在天赋上面来说呢 它是什么意思 就很多的18.2的孩子呢 很想要改变自己的父母 因为他们实在太糟糕了 或是你可能会觉得 他们都不听我到底要跟他沟通什么 所以我只好告诉他们不断的改变 那我过去有蛮多18.2的客人 都是他们人生中卡住的点 都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可能 比如说有囤积症啊 或是有一些 就是他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些习惯 然后他试图想要改变他的爸爸妈妈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当18.2的人 开始就是慢慢的去接受 爸爸妈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跟他们去做一些 比较深度的谈情 通常呢都慢慢的会 比较没有那么想要去改变爸爸妈妈 然后最后呢就可以跟爸爸妈妈的 这个习性的是比较和平共处 然后同时之间呢 比较像是寻寻善幼的让这个状况 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这个状况 慢慢的被改变 那所以不是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被纠正 这个是18.2很重要的一个心法 如果当你觉得看不顺就想要改 那这个事情呢对你来说是很累的 就是说你可能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累死 那最后呢你只好去找到一个 你真正想要改变的 最重要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18.3啊 沉迷于该被纠正的事文 无法带来满足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18.3呢通常是 当你使用一些固有的判断 认为某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 那你就会产生很多抱怨 你觉得老板应该要有责任啊 或是你觉得你的员工应该要有负责的心啊 然后或是你觉得妈妈应该要就是很温柔啊 这些全部全部只要有应该两个字出现了 就会让你产生很多的抱怨 那所以这些抱怨呢 就是你一旦开始发现你的人生中有抱怨 那你就知道其实你对于事情是不满意的 需要调整的 那所以呢渴望你这个18.3啊 其实是渴望有些人能够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的 但是当你在就是渴望这些人来帮你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实际上不一定会真的有那样的人出现 那所以说当你一直觉得好像什么是想改 然后又期望别人来改 那你不如就是发挥你18.3这个三摇的力量呢 就是基于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感觉到你有这个动力真正想要去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那没有人能够打包票什么样的选择是最好 只有你自己会知道怎么样去尝试的过后呢 你才不会沉迷于那些你一直要去纠正的事情 然后一直觉得事情不够好 讲白话一点就是有些客人呢 他会觉得啊我的能力还不够好 我还要再去上很多课 我还要再去学很多的东西 然后一直去改变自己 一直想要去纠正自己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不去看自己有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嘛就是逻辑 要能够发展到逻辑的阶段 前提是已经结束了抽象回路的过程 就是你的人生体验经验够多了 那你才有办法归纳他是怎么样一回事 所以说一直想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一直觉得不够好 是因为没有去检视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18.4 因为缺少而无法改善的感觉 就例如说你可能会觉得你无法搞定自己 或是对某些事情无能为力 因为18其实到四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对于某些事情 你想要去帮助他 或是你想要有个很深层次的影响力 但实质上呢 我们人是不可能搞定自己的 因为自己是要被接受跟接纳的 而不是搞定 就是很多来找我做解读的人 他们就很常问我说我想问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把我的情绪搞定 到底我要怎么样搞定我的人生方向 这个词啊 其实它听起来是有点强烈 就是你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定 就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自己这么难搞定 这个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生的一个信念 所以当你发现说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搞定你自己 就是你慢慢的能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你自然而然就觉得不需要去搞定你自己 就觉得当你觉得你会拖延 当你觉得你好像有些事情没有动力 然后你一直逼着自己去做 想要搞定自己有动力的时候呢 那你就只是一直在加深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害怕 跟就是不舒服的感觉而已 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18.5 18.5呢就是 你会感觉到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正的能力 然后其实你是可以有办法创造巨大价值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状态就是18.5的特性呢 他通常比较建议是集体的去治疗 或是集体的去运用这个天赋 因为其实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太大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整个家的问题 或是你整个公司的问题 或是你整个学校的就是职场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不管是怎么样呢 当你就是搜集到更多跟你具有同样的一些 观点或是意见的人的时候呢 你要去改变一件事情 其实都会比较容易 对所以说呢 记得18.5 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时候呢 就透过集体的方式来治疗 那个治疗呢 为什么会把它框起来 是因为有很多 刚刚前面提到的案例说 欧美很多人会喜欢去一些交点团体的活动 然后让自己能够透过那边去得到解决 就例如说戒烟团体 你觉得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戒烟 你没有办法去约束自己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你就去到一个团体里面 那基本上呢 你就有办法比较容易的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到了18.6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一种佛性啊 那佛性呢 其实这个一切都是正确的 一切都是圆满 一切都是好的 这概念呢 其实就是在指18.6 那所以在你的心里面呢 当你能够达到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个想法 一切都是圆满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你开始可能会跑出来的另外一个隐身的问题就是 我这辈子还会发生什么呢 还会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期待呢 那其实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焦点摆在 让我来分享我 为什么我的人生可以过得如此的美好 为什么就是哪怕我的人生其实有遇到很多困难 其实我依旧觉得这个是很美好的 这就是一种佛性的特质 所以实质上呢 对18.6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修正的 因为 你其实内在真正渴望的东西是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我可以自由的哭 自由的笑 自由的想要做任何的事情 这其实是18.6内心的渴望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另外一半它是18.6 千万不要苛责它 因为其实苛责对它来说呢 它只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孩子 直到呢就是当它觉得一切都是正确的 然后其实事实上 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 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它才会真正慢慢的比较舒服 好然后 我刚看到大家 对于18.58也是有很多感觉 大家还会开始讲那个强迫症的那种 就是很想要对齐啊 很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 没错 蜜猴还觉得18.1到18.6精髓都被吸收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过程啦 最后如果能走到18.6呢 当然是最好的一个 就是圆满的结果 所以这边呢就提供最后一个 就是即将结束尾声的分享 就是网友的一个投稿 WY呢它是由18.2这个闸门 那18.2呢是坐落在红色的金星 它说我自己以前也不觉得 但学人类图后发现自己在工作上 很喜欢挑剔批货 令工作变得完美 心中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个就很像我们刚才讲 就是爸爸妈妈永远都不好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好像都有一些差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WY如果刚好在线上的话 蛮推荐你可以去思考 就是是不是小时候你长大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会心中有觉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变得更好感觉 但是你试着去看看有没有办法 慢慢去接受 就是所有的一切你没有办法都改变嘛 那你要不要选择一下哪个东西 你觉得最能够把你的焦点放在那里 而且它的变数不会很高 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今天 你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控制那件事情 例如说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另外一半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爸妈 那你就把你控制的标的物 或是想要去优化的标的物呢 变成是你工作上能做完几件事情 或是把它变成是你的 塑造你自己的身材身型 或是运动的习惯 这些呢都会比 就是想要去让自己在工作当中 就是对人还要 这种情况还要来得更顺手一些 对那所以说工作变得完美 没有什么不好 但这个高的要求你就要想 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这么重要 要有一个取舍就好了 好 然后最后呢就是送给大家一句话 那这句话呢是人生没有任何需要害怕的 它只需要被理解 现在正是时候理解更多 如果如此一来恐惧就会减少 这就是给我们一开始 接触到逻辑回路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学习这么多呢 其实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感觉到 啊 人生好难 或是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感觉到 啊 就是怎么那么累 或是怎么那么可怕 怎么那么多需要去做的事情 它只需要被理解 其实你的人生就是 有这样的过程 然后当你越接受 越去实践它了 那恐惧就会越少 好 那所以最后呢 呃 公告一下下礼拜8月18号 啊 就跟大家分享 新的这个逻辑回路上的四个杂门 5 2 9 5 15 那今天有一些来参加的朋友 就是也是有5号啊 15号杂门嘛 那如果你们有下礼拜刚好有空的话呢 也推进大家可以来听第六集 专注与生活仪式感的这一个内容 好 那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宣传一下 这表达感谢的方式 因为还是有人在问哦 就是如果假设你真的觉得 诶 这这几周 你收获很多 然后你会希望我们这样的活动 往后还有机会可以办更多 那你就可以点下这个钱的符号表达感谢 或是把这个直播内容分享你的 有这些杂门的朋友 等等的都可以的 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啦 这边提供给大家 一样 如果你们今天参加的很开心 看这影片很有收获 继续的投稿 你的杂门的经验 那我们一起互相的学习 好 那我们的直播 这次真正完完整整的讲了两个小时 真的是太开心了 真的是每一次都比一次还要更加的精彩 OK 我看看最后嘉瑜的分享 对投射者来说 我觉得完全放生 我学习途径的父母超好的 在我亲眼见到五岁投射者 超快速回答完同年龄的教材时 这个感谢更深 对呀 就是有时候 对于爸妈 就是既然他 你会觉得你不 就有些18.2的人会觉得 不是这么喜欢自己爸妈某些状态 那就代表 有一些东西是 也许你跟他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 对嘛 所以我们就尊重 如果假设他是你的朋友 你肯定也不一定会真的有办法想要去改变他的 所以我觉得就随远啦 那就祝福大家 在你们的人生当中都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的品味 然后同时之间呢 不用再叫13号闸门的人去听一些东西的 因为这不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这是他们自然而然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聆听呢 不是目的 是结果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放过自己 不要对自己太严苛 能够就是走到人生今天 想必大家也是已经做了很多的 就是尝试啊 OK 看到铃铃铃铃 刚刚下班 太厉害了 竟然还跟到尾声 对我们原本原定一个小时的直播 越半越长 因为大家太踊跃 只好变成两个小时的直播 OK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Grace 谢谢 Mijo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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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Mandy 谢谢Peggy 谢谢Yaro 谢谢青山 哇 你们真的 好多个人都是每周都有来签到的 真的 很开心 每个礼拜看到你们 标剑 好 感谢你们 那我们就 结束啰 正式两个小时结束 大家晚安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有兴趣可以再回播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内容太多太复杂 不用担心 YouTube还没到之前了 影片都会在 OK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哦 那我就把这个直播关掉啦 我们就下礼拜见哦 下次见 拜拜 晚安